为在台南市安兵区当兴养行旁边的团台严历实宿舍 现在两年后又等于推动地文化业者进行来进驻 正如比环境整理后 后面将会在理学空间台地 与全新第四文化感受到传统伦 业维安兵增加一个新的休息空间 最后改为台南权工所习 经过文化主审外化之后 是因为目前所看到的建局景观 改变一个环境中间的建设环境卫生 都有够好 尤其这花花草草都是有经过专人的设计 经过整理重新企业 由当时推动地文化业者进驻经营 引进重新体验的地式文化 要让年轻化经营浪漫的故事 让各个人的认识 这个安兵新的休息空间 文化局在接手了这栋日式宿舍之后 是致力于说与民间的企业团体 一起来合作将这栋日式宿舍给加以活化 那活化之后能够让民众进来来感受这边 不管是日式房子 然后乃至于这个庭园的 这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氛围 我们这边主要是做就是茶席体验 那我们是结合日式跟中式的茶文化 然后再做一个整合这样 对所以我们是算是一个比较新的茶文化体验 另外一边的中间 用几位心来问丁南空间 要让民众来安兵齐头的时候 够集为效果的空间 同时透过整体的环境氛围 并认识台南四百日式文化 记者松阴和安兵齐头采宝不得 喇叭